今時財經 點時成績 大家好 我是王峰 首先來看今天的財經重點 鮑威爾獲拜登提名 連任美聯儲主席 金融市場對於美聯儲提前加息預期升溫 要關注的是第二次 內地和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 將會在週四在深圳舉行 向特首林志月娥表示 和內地通關需要分階段進行 今天專題點評部分 將會探討的是比特幣債券 還有特斯拉現象 周恩恆先生觀點是 全球產業發展要走正道 好 先關注一下美國部分 美國總統拜登在22日 已經正式地宣佈提名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連任 同時也提名了 美聯儲的現任理事布雷納德 來為副主席 拜登強調之所以說會提名 鮑威爾連任的原因之一 就是確保在美國通脹加劇 還有巨大的經濟不確定性的時期 美聯儲政策能夠保持 連貫穩定和獨立 我們聽一聽他的一些 具體觀點和看法 Jay and I have had a chance to discuss his views on priorities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in the years ahead. He's made clear to me a top priority will be to accelerate the Fed's effort to address and mitigate the risk the risk that climate change poses to our financial system and our economy. why I'm renominating Jay when he was the choice of a Republican predecessor why am I not picking a Democrat why am I why am I not picking fresh blood or taking the Fed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put directly at this moment both of a both enormous potential and enormous uncertainty for our economy we need st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at the Federal Reserve Jay has proven the independence that I value in the Fed chair 在消息公佈之後 美國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美國公債的收益率也是有所上升 鮑威爾被再次提名 也受到來自不同領域的投資者 還有經濟學家的支持 當然其中又有一些保守派 又有一些自由派的 那麼像FT就發表了社論 認為說拜登讓鮑威爾連任 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減少一些不確定性 同時會讓監管更加的穩健有力 同時分析認為說 在鮑威爾新的任期之後 將會進行兩個挑戰方面 需要給出答案 第一個就是如何去控制美國的通脹 那我們知道上月美國通脹 是達到了6.2% 是30多年來的一個最高水平 那第二個挑戰就是因為 美聯儲的職責範圍不斷地擴大 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方面 美聯儲如何來對於碳融資進行監管 這也是鮑威爾需要找尋的答案 那同時我們來聽一聽鮑威爾 對於即將展開的 明年2月份的第二個任期 工作重點有哪些自己的看法 鮑威爾被提名連任也是掃清了市場上的一個變數 但現在市場關鍵的問題就是到底之前 鮑威爾說高通脹不會持久 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嗎 那最新的數據顯示說 由於美國通脹在持續加大 今年的聖誕節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 最昂貴的一個聖誕節 聖誕晚宴的這個錢 花費呢要比2020年要高出了14% 那麼另外 大家還會關注的是 高通脹到底會多長時間消失 一般的觀點認為 高通脹局面會集中出現在近期 隨著疫情恢復到 隨著這個經濟恢復到疫情爆發之前的 普遍的低增長狀態 那麼投資者預計 未來5年的話 通脹率會回落到美聯儲的目標 當然大家也關注 美聯儲過去經常犯一個錯誤 就是為了把這個通脹拉回來 而過度的會抑制經濟的增長 那這些會不會去做呢 而對於這個新的消息呢 美國財長耶倫表示 對於鮑威爾獲得連任 這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將會確保通脹長期 不會變成一個風土病 他認為兩個人 就是主席和副主席 未來在工作上是可以勝任的 能夠確保美聯儲達到雙重目標 一是充分就業 二是維持物價的穩定 那麼對於美聯儲 對利率的相關考量高盛預計 在明年美聯儲會加息兩次 一次是7月份加息25個基點 那麼在2022年的晚些時候呢 會再次加息 那同時預計 那隨著相關政策推出 預計到2022年底的時候 標普500指數將會觸及到5100點 那由於外界預料 這個美聯儲可能會加快 這個緊縮的腳步 所以說美元對主要貨幣 也是全面走高 受到相關消息的影響 美元指數在96.32到96.60水平 而日元受壓 那周二呢亞洲盤時段曾經低減115.14水平 這也是自從2017年3月以來的首次 那主要是市場擔心 如果美聯儲加息的話 將會進一步的拉大美元和日元之間的利差 那日元呢是在114.7到114.115.17的水平 先問話題我們請出財經評論員朱文輝先生做一個點評 居然是看到美國的經濟學家和市場對於鮑威爾或連任的提名 是比較持積極反應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您的預期之內 我覺得不在我的預期之內 如果說拜登想重新提名鮑威爾 繼續擔任聯儲主席的話 他早就該做 他不用等到最後這一刻 那麼說是什麼因素讓他不得不提名鮑威爾 但是他自己的話說得非常漂亮 保持政策的穩定性 保持聯儲的獨立性 你看我提名了一個共和黨人 為什麼是這樣呢 我覺得一個就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國會那邊 因為共和黨人普遍對鮑威爾還比較滿意 如果這個時候你提名 他只有兩個人嘛 提名布里納德 民主黨人 人家就會不一定通不過 但到最後呢 可能會在國會裡面浪費很多時間 因為這個國會還做別的事情 像一些關鍵的副部長的位置 還有很多大使 他都要去參議院去認證 那你如果說你把這個事情給耽誤了 那好多事情就耽誤下去了 所以這個時間 咱們說時間不在拜登這邊 他耗不起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現實的狀況 比他原來預計的要複雜一點 就是複雜什麼 現在通脹非常高 而鮑威爾和布里納德比呢 你可以發現鮑威爾對通脹是更加鷹派的 他必須要給大家一個印象 就是我對通脹是很認真的 就如果說在這個時候 我再提名一個對通脹更為鴿派的人上來 大家就認為你拜登是不是又助長通脹了 所以從現在這個情況來看 就是拜登呢 他也是會傾向於更務實一些 去處理一些相關的事物 好 看了這個拜登對於這個美聯儲主席提名之後呢 還要關注的是拜登對於近期石油市場相關的舉動 最近是迎來了一些結果 因為根據路透社的消息也說 美國能源部最快會在周二要宣佈釋放緊急石油儲備 那市場呢也預期說和美國其他相關的國家呢 也會連同釋放石油儲備 但是呢國際能源論壇也警告說 如果主耗油國釋出儲備的話 那麼產油國也會調整 穩步增加供應的一個產油策略 那彭博社就報導說 美國總統拜登呢會在周二的時候宣佈 啟動國家戰略石油儲備 而相關國家將印度 日本 韓國呢 可能同時去響應相關美國行動的號召 那路透社呢在上週報導說 中國也計劃要釋出原油儲備 那中國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在回應相關消息時指出說 當有詳情的情況會在網站上公佈 而易度方面呢根據最新消息說 將會在周二宣佈釋放原油的儲備 那花旗銀行估計也說 美國連同相關國家將會釋放出的 整體的石油儲備 會達到1到1.2億桶的情況 而高盛認為那近期呢 油價雖然說出現下滑 但是並不是因為基本因素出現變化 而是主要受到美國推動多國 釋出戰略石油儲備 以及目前歐洲新冠疫情惡化的影響 這些相關的負面衝擊是過度了 所以近期這個油價的跌幅過大 他們認為呢說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布蘭特汽油會維持在85美元的一個預期 是不變的 那麼來看一下目前這個油價的情況 那美油的原油跌幅呢是1% 那這個不油呢都是在每桶79.25美元的水平 而紐油最低呢是建每桶75.68水平 目前是在76.05的水平 另外一個關注點 全球都是關注供應鏈的問題 尤其是美國聖誕節將至 很多從中國來的商品 沒有辦法在短期之內運到美國 因為美國呢很多港口 已經出現了傳滿為患的情況 所以很多的美國採購商 不得不改變他們的運輸方式 由海運變成空運 哪怕是要花更多的錢 也希望能夠自己動手 這個封衣足食 那目前根據數據顯示 和疫情之前的2019年的9月份相比 全球航空 也就是空運的這個需求呢 已經是增長了9.1% 像很多品牌明明是想 哪怕花更加昂貴的空運 也希望能夠及時地補充庫存 為即將到來的新年和聖誕 做好準備 那麼另外一方面 其實由於供應鏈問題緊張 美國很多食品價格上漲 這個邏輯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美國的食品包裝 是依賴於中國 那麼由於航空 還有由於這個海運受阻 所以說這些食品包裝 短期之內沒有辦法運到美國 像一些鋁罐 玻璃罐等 美國雖然是有充足的原材料 卻是沒有辦法去儲存 產量就是受到了影響 那麼另外也看到一些媒體報導說 這個供應鏈是1982年的時候 被英國的一個經濟學家提出 那麼提出這個差不多40年來 第一次達到供應鏈緊張的情況 甚至有人用了一個巔峰這個詞 來去做一個解釋 說目前由於供大於求 那短期之內如果是降不下來的話 那麼價格自然會高起 最害怕的是這種價格高起 會再轉移到這個勞動力的成本上 那當然一種更好的情況是 如果供求平衡 價格自然就會降低下來 那也不用各國央行 考慮這個通脹的問題了 還有一些美國的觀點呢 認為目前這個之所以供應鏈 受到問題的影響 是因為這個美國的疫情控制不得力 其實美國呢 明明是在2020年的11月份 就已經獲得足夠的疫苗可以接種 但是卻遲遲地沒有推行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美國的醫療體系有問題 沒有一個全民的醫保 那麼另外呢就是 美國政府長期的一些政策 讓美國選民不太信任 導致了這個目前這種供應鏈的情況出現 包括更多的反思 都需要在後疫情時代 需要大家共同去思考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請教 朱先生的事 那麼很多美國的媒體認為說 這個供應鏈的問題 可能是造成影響是短期的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 一些長期效益也在逐漸顯現 您怎麼來看這個現象 應該說呢 今天《紐約時報》這篇 非常長的一整版的文章 是開始系統性的反思 就是整個疫情爆發之後 美國的應對 供應鏈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一樣的 供應鏈到現在為止 鮑威亞他們還認為是短暫的 包括弗里德曼寫了一篇文章 也認為呢 這個是某些行業受到影響很大 那某些行業受到影響不這麼大 他舉一個例子 就大家都去買這個印的東西 買硬件 還有一篇文章寫的 如果是買什麼遊戲機啊 買什麼東西的 你不要等了 因為越往後呢 可能越短缺 所以不如現在多花點錢 就趕快把它買下來 但是呢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不光是這個 所謂的硬件物品呢 它貴了 就是美國自己所說的 他們的服務也是貴的 機票價格是髒的 你剛才說的 這個感恩節的晚餐是 貴14% 對 也貴了很多 它最明顯就是服務嘛 所以呢 從現在的這個情況來看 要警惕供應鏈波動造成的長期影響 當然從我們現在 中國的角度來看 可能更多是關心 原來很多美國企業要撤出中國 因為要脫鉤嘛 還要撤到越南去 後來其實發現到目前為止 最可靠的供應來源 無論是和美國本土生產品比 以前剛才說的這個食品包裝 還是和越南比 那最可靠的還是中國 所以最終呢 是用飛機來運 因為那個船不是堵在我們的碼頭 我們的碼頭早就實現了724 然後呢 是高度的5G和自動化的裝潛 根本不停的 這個其實壓力很大的 一條船 一條大船可以裝1萬個集裝箱 如果說在供應鏈裡邊 無論是工會的問題 還是卡車的問題 還是博位的問題 還是說你那個空櫃放上來的問題 還是拖車的問題 它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現在美國就是這個情況嘛 這個環節捂住了 那邊又浮起來了 所以呢 就是從現在這個情況來看 我們現在要警惕它真的是變成 長期化之後 真正被擾亂之後 那你這個經濟 全球經濟下一個怎麼辦 好 謝謝主持人點面分析 那我們休息片刻 稍後繼續回到金石財經 一會兒見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金石財經 來關注一下國內的部分 那國務院辦公廳呢 在昨天印發了文件 要求進一步的加大對於中小企業 紓困幫扶的力度 那具體呢包括了9個方面 涵蓋了一下資金的支持 進一步的減稅降費 那也包括精準靈活的運用 多種金融政策工具等 那麼這個文章的全稱呢 叫做國辦關於進一步加大 對中小企業紓困幫扶力度的通知 就特別提到說 近期由於原材料的漲價 還有訂單不足 用功難 用功貴 以及應收賬款 回款辦 和物流成本高等相關問題 中小企業的成本壓力加大 經營困難加劇 因此呢需要進一步加大 對他們的一些幫扶的力度 那麼同一天呢 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 這個發展工作小組呢 也是發佈了一個相關措施 也是希望能夠助推中小企業 那對於在同一天發佈兩個政策 我看到這個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院的首席經濟學家 就表示說近幾年 中國經濟放緩面臨的一個重要困難 就是中小企業的活力 沒有能夠充分地發揮 那國務院在一天之內 公佈兩項聚焦中小企業的措施 那施政的目標明顯地就是向向穩增長 當然也有經濟學家認為說 當局加大對於中小企業紓困方浮 其實是和六文六寶是一脈相承的 都是意味著國務院傾向於加強對於經濟的支持度 那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週一在上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 部分地區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座談會的時候 就面對新的經濟下行壓力 表示說要強化六文六寶 落實跨週期調節舉措 那李克強指出 國家研究出台組合式減稅降費政策 並且形成規模是用改革的辦法 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地方和部門要為市場主體生存空間 去創造良好的環境來出台經濟措施 要從實際出發 避免搞一些運動式和冒進式的相關看法 除了國務院之外 人民銀行在過去一段時間也是出台了相關措施 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 具體包括了像 一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精準導向作用 第二就是鞏固提升兩項 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應 第三就是提升中小微企業供應鏈的融資便利度 第四就是加大對於專精特薪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的司長鄒蘭就表示說 到今年10月末 專精特薪小巨人企業整體獲代率已經超過了7成 對於目前中國經濟整體的情況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昨天也是發布了報告 在周日的時候發布了報告 說中國宏觀經濟持續地復蘇 但是受到基礎因素 還有下半年復蘇勢頭放緩的影響 說前高後低的勢頭是比較的明顯 預計了今年第四季度的GDP呢 是增長3.9% 全年會增長8.1% 將會實現全年6%以上的一個增長目標 那報告整體呢也認為說 這個政策定位上保持相對寬鬆的宏觀政策環境 而目前對於香港的很多投資者來說 如何來加速和內地通關 是大家熱議的一個話題 那近期呢我們看到 香港迎來了內地的疫情考察團 一連四天進行考察相關的設施 包括像機場 像隔離酒店等 那麼當然大家還關注的是 今天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格 在出席行政會以前表示 釋放出一個好消息就是 目前內地疫情防控專家組 在港考察呢 其實對於香港爭取和內地通關 是至於關鍵 他透露說 特區政府將會在25號 要參與到在深圳舉行的 第二次內地和香港專家的對接會議 我們來聽聽 爭取都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因為要管理一下公眾的期望 所謂越快越好 都到時是有序逐步的 真的不會說一通關 就是所有的現在香港和內地的關口 包括機場 包括陸路口岸 都一次過可以開發 也都肯定是會有配額制 剛談到說 內地的疫情防控專家 目前還是在香港考察 今天進入到第四天 那麼在過去三天的行程當中呢 整體來說 內地專家對於本港防疫的措施 是給予了正面評價 各方也期望說 兩地免檢疫小通關 下個月就可以落實 那麼行政會議成員 就是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林建峰 在近日呢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他預計呢 說很快就會有通關的好消息 可以讓免檢疫進入到大灣區 並且每天大約是有1000個名額 是較為妥當的 然而目前呢 各方還是認為 香港是不能夠放鬆 必須要引以為戒 尤其是歐洲疫情反彈 像奧地利呢 昨天起再度是全國封城 所以說香港不能夠在目前 和內地通關的最後一公里路 就是掉以輕心 掉鏈子 必須要把內地專家組 所提出的意見儘快地落實 將可能會出現一些疏漏的地方 堵塞起來 希望能夠平平安安地走好 最後一公里路 順利地實現通關 那麼另外其中談到說 這個最後一公里路當中呢 會有一些工作需要做 像長者和兒童疫苗的接種率 是否能夠提高 還有目前這個安心出行 城市是否可以去繼續做下來 當然還有一些人認為說 儘管現在目前 香港經濟呢 是有一些復蘇 另外就業率呢 也是逐漸地在提高 失業率在降低 但是只有說真正地實現了通關 經濟才有可能完全地恢復下來 好 相關話題我們繼續請教 朱文輝先生 朱先生看這個 香港堅持這個清零的政策 對於接下來和內地通關 以及說對於目前這個歐洲疫情反彈的情況之下 您如何來評價這個政策的意義 這個政策呢 現在看來是更加凸顯 它是正確的 而且是越來越重要 跟香港相比的就是新加坡 它主動有條件去控制的情況下 主動選擇放棄控制 那麼新加坡的接種比例比香港要高很多 還出現那麼多的確診的個案 而且是死的人數比原來就是翻了好幾倍 那麼如果說香港採取和西方的政策 看得非常清楚的 我們這個60歲以上的年紀比較大的人群當中 可能就會造成一個巨大的災難 好了 那你不走那條路 你就只能走這條路 而且呢內地確實無論從各個方面 軟的硬的都支持香港呢 也做零容忍政策 那麼零容忍政策之後呢 巨大的好處就是和內地可以呢 有序按階段去恢復一個免檢疫通關 我最近在香港的市面上看 我想無論是餐廳還是其他一些營業場所 其實都已經恢復的一定程度 像到了週末的時候啊 這個餐廳基本上都是滿的 但是呢在經濟已經得到一定恢復情況下 你下一步想要更有所作為 就是得把原來我們期望的遊客引進來 像澳門一樣嘛 對吧 還有這個 因為內地是香港經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那邊你不行的情況下 把這邊盡快地打開 所以現在到了臨門一角的時候 現在看來呢 整個內地的專家考察團來之後呢 給出的意見都是比較正面的 所以才又非常快的 兩天之後就可以來進行面對面的會議 那基本上就是說 香港要改的東西已經不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戰戰兢兢的守好 這個臨門一角 不要再出一個社區的個案 那目前的金融市場還有兩條消息 想聽到您的一些觀點 一個是這個中美洲國家 薩爾瓦多計劃呢 會在2022年要發行一個比特幣的債券 另外金融市場還傳出說 賣空者解除對於特斯拉的大部分壓住 當然特斯拉的這個就是馬斯克也表示說 明年要在中國推出 這高端的電動車的一些車型 我不知道對於這個相關的消息 您有什麼綜合的看法 這兩個消息呢 確實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呢 我就發現它可能在某一個點上啊 就是我們對於全球未來產業 和金融市場的發展 你還得走正道 像中美洲國家為什麼不行 它老去尋求這個邪門歪道 比特幣 我們現在看到包括中國央行在內的 都是全面打擊 現在挖礦都不讓挖了 但是呢有的國家 偶爾發現這個是一條身材之道 怎麼辦呢 連債券都用比特幣來發行 還有的國家呢 選擇跟它的貨幣來進行掛鉤 那你這個國家能發展得好才怪呢 那麼好了說 這個邪門歪道不要走 什麼是正道 馬斯克雖然他這個人比較辛辣 批評政府呢毫不留情 但是呢他所選擇的電動車 他03年開始推出特斯拉 03年到現在為止 一直是賣空者最喜歡的 所以呢最近就是評價 為什麼說賣空的人都退出去了 最著名的賣空者 其中一個叫做渾水 他的這個創辦人就說了 說馬斯克這個人啊 他可能是最會操控股市的人 就他本身呢是個走歪道的人 他把馬斯克也想成跟他一樣 是個走歪道的人 說我跟你鬥啊 是因為我在股市上鬥不過你 他就忽略了 馬斯克走的是全球要應對氣候變化 最需要的綠色發動機 不是搞發動機 是搞電池 搞這個電來驅動的 這套清潔能源車的技術 所以我們說把這個故事 兩個一對比之後 就在一個國家 他選擇未來的 無論是他的金融 選擇像今天提名報表的時候 特別強調就是應對氣候變化 對美國的金融政策 金融體制帶來的衝擊 對 然後呢 還有相應的其他一些衝擊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邊 我們一定要看到 人類未來發展的技術方向 和道德方向 其實是聯繫在一起的 那些想去搞什麼比特幣債券 搞這些邪門外道的國家 他可能還會繼續失敗下去 所以擴活的這個邪不壓正 好 謝謝朱先生點評分析 也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金石財經 我是王峰 明天見 MINGMING MING MING